好,在上节课的内容中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关于C元函数输入参数的两种表现形式 那么一个是直传递,一个是地址传递 那么这两种传递方式 我们要求大家不仅仅是理解拷贝的这个概念 同时还要理解在什么样的场景 利用什么样的传递方式 比如说直传递 那么我们说它的功能相对而言是较为单一的 它就是一个什么保护的概念 也就是说上层空间并不想把我的空间进行修改 只是希望下层函数利用这样一个空间的直 进行它的一个加工处理而已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利用直传递是更加合适的 那么它的功能比较单一 所以说应该说掌握起来比较容易 但地址传递我们说它的功能略微显得复杂一点 而地址传递中又恰好出现了功能太多 那么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 交流之间又出现什么奇异性 所以说呢 掌握为了尽量避免这样的奇异性 所以说对于直传递 它会加了很多很多的修饰服务 来帮我们去什么 把这样的奇异性尽量的降到最低 好 那我们现在重点就来看一下 关于地址传递中的它的主要的作用 那么之前呢 我们说了它第一个最主要作用 就是我们的修改 那么所谓的修改就是上层函数空间 希望下层函数怎么的 帮我去改一改我自己空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东西 那比较典型的一个应用场景呢 你就可以这样理解 上层函数中有这么一段什么 可一段什么小很小的一个值 那这个值结果呢 那我不知道该如何修改 比如我进行加那个加减法运算 或者是一些编码方式 不知道该如何进行编码 好 没有关系 我们怎么呢 我们通过直传递 是把这样的一个一个内容 当然这是它的内容的门牌号 然后交给什么 一个止函数 止函数呢 因为收到了门牌号过后 它会一个什么 反向 可以反向查找到这个空间 然后怎么的 进行修改 所以说 这是我们直传递中一个非常典型的应用 就是反向修改 上层空间的一种什么能力 所以当然这种修改呢 比较典型的形参调用方式就是 映射星 然后恰尔星 对吧 然后说白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星 给我们第一个感觉 可能是修改的问题 那么第二种 那么刚刚原来我们也提到过 地址传递中呢 它为了解约我们内存的冗余度 它还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什么 空间传递的概念 传递 那么空间呢 我们也提到过 在我们C元中的空间呢 实际上就是地址 对不对 那么地址的传递呢 其实也可以认为是空间门牌号的一个传递 所以说这个也是在我们C元中 为了解约我们内存空间 而提出的一种什么 一种解决方案 比较典型的应用场景呢 你可以这样理解 在我们的主函数中 可能有什么 大量的什么 一个连续空间 而这样的连续空间 如果通过直传递中 那么我们势必会造成什么 我们的行餐中 势必也要分配一个一模一样大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才能考过来对不对 那这样无形中对我们程序的内存 它的占用率或者冗余度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退而求其次 我们怎么的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知道什么 这个连续空间的守地址 那么我们就可以怎么 进行相应的操作 所以说这是我们空间传递的一种 非常典型的使用 利用地址 那当然空间传递中呢 我们说更细分一点 我们这时候就要细分一点 第一个 这个空间我们不是为了改 我们就是为了什么 看 因为空间太大了 所以我们用指针来考虑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指针来看一看什么 空间里的情况 什么 那可以认为是指函数 对不对 指函数 看一看空间里的情况 这是一种需求 对吧 第二种需求 那不仅指函数要看了 它可能指函数怎么的 还要什么 反向 就跟我们第一个方法很像 反向修改 什么上层空间 空间里的什么 内容 那么这种需求 比较典型的使用模型 就非常像编码解码的感觉 比如说可以这样来理解 假如这是摄像头 摄像头 摄像头 它可能会不断的采集数据 那么采集来的数据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 可能是一种特殊格式 那么这种格式 很显然很有可能 是我们在比如屏幕 或者是流媒体播放的时候 你放不了 就是它格式是不支持的 有可能 那么不支持的情况下 我们是需要把这样的空间 是不是进行重新修改 然后再让它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 什么 有一个专门的编码函数 这个编码函数 我要想把这个空间里的值 进行修改 怎么做呢 很显然 我们既然是空间的传递 所以说 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想到了 什么 我说只要把空间的手地址 交给你 你收到这个空间的手地址 是不是就能找到这个空间 对不对 然后找到这个空间过后 我们是不是要对它进行一定数据的加工 对不对 那这个数据加工 很显然 是不是就要反向的去改这个空间 然后把改好的空间过后 那么这个函数的功能就结束了 结束过后 再交由什么 具体的显示函数 进行这里数据的一个什么 具体显示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我们什么 某些数据的格式 或者数据的一些加工处理 对吧 那么这种呢 在我们不管是底层开发 还是应用开发思路都非常相像 所以这是我们的认为空间的第二种需求 第二种需求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那么在我们上节内容中也提到过 对于空间传递 就说这三种 这三种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需求 在我们什么看到指针的时候 我们可能第一个脑海中就想到了三种需求 那这种情况肯定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奇异性太大 对吧 人那个程序员和程序员之间交流 太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考虑 能不能有个什么办法 尽量的去把什么 把这样的指针进行修饰 通过这样的修饰呢 让我们更加的什么 确定一定是哪一个功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理解是不是更加好 更方便 对不对 那么上节内容中 我们提到一个const的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指针利用const修改 const修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认为 这样的指针 它更多的是代表 空间中 查看的概念 也就是说 以后我们 在看到别人函数声明的时候 所谓就是形参形式的时候 比如说VID FUN这个函数 我看到了什么 const 什么int型p 或者是什么 const 反正只要是跟const有关的 const有关的 那我们的第一个反应 这两个空间传递 传递的是什么 只是上层向下层提供的一种 什么查看功能 查看功能 就是说 我的指函数实现过程中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对上层空间进行一个什么 二次修改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作用 好 然后呢 那么下面呢 还没有完 那么我们这个其他的功能 又该如何限制呢 那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今天所讲的 对于第二个内容中 我们需要修改的问题 就是说不加const 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一些期 那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 加那个相应的修饰呢 对不对 好 那么说到这呢 那我们现在就要考虑第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既然是空间传递 那么我们空间到底是什么分类的呢 根据不同的分类 我们是不是它的操作对象就不一样呢 是不是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什么 空间分类 那么在之前内容中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C元的空间主要分两大类 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叫制服空间 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非制服空间 那么这两种空间 那么这两种空间呢 那么在我们的实际的表示形式上是一样呢 比如说我们先不从函数角来讲 我要用一个指针指向制服空间 和指向非制服空间 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那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 制服空间 制服空间和非制服空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什么 结束标志的不同 那么就是制服空间和非制服空间 结束标志的不同 为什么要这样理解 那么我们说空间呢 什么意思 就是个指针对不对 而指针中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我给你一个p过后 我的问题是这样 我可不可以写一千 甚至来说可不可以写一百 或者说写一万 行不行呢 我们说理论上来说 这样的语法 这么的都没有问题 因为确确实告诉你了 你有一个指针 我就可以把它进行无穷的编码 只要满足是四个计空间之内就可以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语法没有问题 但是呢 问题没有完 如果这样访问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指针 就可以无穷访问 那这样对我们程序的什么逻辑 就没有办法进行限制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理解 只要看到空间 一定要去考虑啥的什么 结束 结束标志 就是空间 你只要看到 就是我们要进行空间和空间之间的操作 你至少要知道两个要素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空间守地址 这个可以理解 对不对 那第二个一定要知道什么 结束标志 你只要知道这两个东西 那么我们就认为 我们拿到这个空间 我就可以知道该如何操作了 这个也是在我们C元函数编程 或者是函数设计的时候 也必须要满足这个二要素 我们才能可以具体的操作 好 那所以说由于结束标志的限制不同 我们C元给我们分成了两大空间 那么这个在我们之前内容也说过 我们再回忆一下 那么结束标志 结束标志中 整个标志中就是内存里面 如果存放了 存放了什么 0x00 记住 这个内存的00是8比特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内存中 如果是一个字节 存放了00 那这一个字节 我们就可以认为是特殊字节 而这个特殊字节在什么地方比较特殊呢 主要在什么 在字符空间 字符空间 也说把它当成字符串的时候 0x00是非常特殊的 什么特殊呢 就是结束 结束 但是对于非字符我们说行不行呢 那我们说不行 比如说我们数据采集中 采集出的全是零电瓶 就是零电压 没有信号过来 那你说这叫结束吗 对我们不能认为这叫结束 对不对 我们只能认为它是一种什么 它是一种当前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说那么我们说那么非字符空间 非字符空间 那么我们这个0x0 因为非常特殊 那么0x0算不算呢 我们说不能 就不能当成什么 当成这个什么 结束的标志 结束的标志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也说由于字符空间和非字符算空间中的什么 我们主要根据0的情况 来决定空间的一个什么编码形式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对于字符空间 那么最典型的方式就是chart chart的方式来做 或者constchart来做 对不对 那么这种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这样写程序 我说 如果你是程序的设计者 你敢不敢这样写程序 p1000 等于一个什么单引号1 甚至来说我们把什么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chart buffer 然后呢 让这个buffer 等于p100 行不行呢 我们说如果这样写程序 我们说光从语法角度来讲 肯定是可以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地方 要求了非常严格 这个指针一定指向的是恰类型 而恰类型就恰好 是不是我们说 说字符空间的一个什么 字符空间的 就是这个字符空间的一个什么 绝对标志 那么这种程序 我们就认为是一种什么 那说明是你程序员设计的时候 就没有设计对 因为我们的项目经理告诉你 我给你的是一个chart 结果你居然忙撞的 用到这样的方式去访问 那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所以这样的话呢 既然有空间有结束标志 那对于我们的这样的空间 该如何去操作呢 那我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VID FUN 恰心 P 那么这种操作呢 我们说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我们呢 实际上所谓的空间操作 记住它就是一个什么 从头找到尾的一个过程 怎么从头找到尾呢 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用下标来找 当然我们现在对指针 如果说加加方式不熟的话 你用下标来找 比如说 我刚开始按I等于0 I等于0过后 我是不是就去可以通过Pi 然后不断地看Pi的情况 根据Pi的情况 放到等号的左边或右边 或者进行所谓的什么 加减运算 这样不就操作了吗 对不对 然后其次你Pi完了它没有完 因为我们还得怎么 加加 对不对 也说由这两个程序组合一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达到什么 一个从头找到尾的过程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 那既然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就每次都要干这个事情 我们是不是想到循环 对不对 而这个循环恰好跟什么有关系 是不是一直找到什么 结束标志 咱们就不找了 对不对 所以说那很显然 这个种循环应该是跟什么 Wire循环有关 Wire循环什么循环呢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我们先不知道Wire里的条件 我们先看里面东西 里面东西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我每一个PI拿到过后 那么当然这个就是PI的什么操作 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 就是PI 然后你放到等号这边就负值 那么放到什么 等号的这边呢 就是什么 好 这样写 那么这样是不是就是取 然后这样是不是就负值 对不对 好 所以你操作 你就这样操作 这是等号 当然你可以做什么 加减运算都可以 对不对 加减运算等等 甚至来说再做一些什么 其他的编码处理都行 好 然后呢 没有完 因为每次循环 我们是不是都在I++ 对不对 I++ 好了 那这样是 但是我们说条件什么呢 那是不是当我们PI 在加到某一个值的情况下 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内存的0 我们就认为怎么的 你已经消失了 对不对 就是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好 那么这种程序 也就是说是我们什么 制服空间便利的 或者说制服空间操作的 什么 最小模板 就是说只要以后 大家看到我们的程序员 或者程序中出现了一个 恰新的这样一种标记 那么我们的写程序的第一种方法 就不管3721 你先把这个框架先写出来 然后把你要以后操作代码 在这个地方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至少能看到 这样的代码就可以 就说我有PI 然后I还有++ 就这个操作 当然简单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怎么的 是不是改成PI 因为等于0其实可以不写 对不对 所以这种写法应该是 我们最最典型的 对于恰新类型的什么 制服空间的一个操作 当然这个是可以恰新 那这个如果是抗似的恰新行不行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只是说抗恰新过后 这个地方是不能操作的 对不对 你好 好 好